春节假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战备值班 其中火箭军更公开了训练情况 其中一款导弹的出现更是引发外媒的关注 西方因此预测中国已经针对美军前沿基地 发展所谓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 有军专家指出 中国一直奉行防御型战略 不会首先挑起战争 也不会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美联社周一报道称 中国一款精度极高的弹道导弹 在火箭军最近的演习中亮相 报道认为这款导弹足以威胁日本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 观察指美联社所说的这场演习 实际上指的是火箭军某导弹旅 在今年春节期间进行的战备值班 而其中备受关注的新导弹就是东风16 这款导弹在训练中的亮相 为何会引发西方关注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 这是由于这款导弹在中国军队的武器库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 其射程可以覆盖美军在中国周边的前沿基地 央视的报道还指出 东风16导弹在中国的广大军迷中 还有着一个形象生动的外号 冲绳快递 有军事观察指 东风16的厉害之处还在于 它可在飞行末端修正轨迹 打击缓慢移动的目标 并躲避美国反导系统的侦查 而且导弹打击的误差仅为5到10米 可与巡航导弹媲 同时它也是世界上首款具有极数式多弹头 携带能力的中进程弹道导弹 可以携带钻地弹头 子母弹头和极数式多弹头 具备直接摧毁敌方机库掩体的能力 弹头最后的打击的目标是非常精确的 借助中国的北斗系统 可以对我们弹头的定位精度非常高 在10米以下这样的一个精度 加上它的弹头的这个重量 应该说现在的路上的包括一些地下化的一个公式 都是可以摧毁的 实际上东风16也并非如西方媒体渲染的那么神秘 在2015年93月宾市上 东风16导弹首次向外界公开 央视报导称 该导弹是需要快速突击 连续突击 高效毁伤能力 是解放军实施中进程精确打击的兼并利器 东风16导弹呢 它的主要用途呢 恐怕在两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用于定点清除 对特定的目标实施打击 第二个呢就是对战场上的目标 实施压制和摧毁性的打击 然后为后续其他的作战力量 实施作战创造有利的条件 从央视公布的画面看 东风16导弹采用的是运输起数发射一体的三用车 一部三用车可携带一枚东风16导弹 由于三用车采用了高机动卡车底盘 具有较强的野外机动能力 现在风空16 首先一个提高它的快反能力 可以迅速的机动 不需要预设真地 在野战真地上就直接可以发射 而且展开的时间非常短 打完以后马上就可以撤